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6日在南宁表示,香港青年的未来在内地,当天,2019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期间,贵港两地还举行了高层会谈。 林郑月娥是在贵港高层会谈上做上述表示的,她说,经过这次很多的示威游行后,她觉得香港的青年对很多事不太理解,香港的青年不明白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意义有多重要。 香港跟内地的县质上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意义对香港是多重要,而且他们的未来,要是他们没有未来,其实他们的未来就在内地。 林郑月娥说,香港特区政府有信心,也会坚定立场尽快止暴止暖,让香港恢复平静,让秩序尽快恢复。 香港的未来在一国两制下还是要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或者是我们跟其他省市的双边合作,我们都同样重视。 今后,我们将带领香港的企业、商界、专业服务提供者、青年等多来内地,稳步提升香港和内地的合作。 在谈到与广西的合作时,林郑月娥表示,上个月国家批复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将给香港带来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对此非常感兴趣,希望能积极参与建设。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陆新社在会谈中表示,广西将深化与香港航空和林空经济合作,加强机场运营管理、基础设施服务、人才交流培训合作,推动香港企业参与广西林空经济示范区开发建设, 加密香港直南宁、桂林航班,进一步扩大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影响力,深化港航物流合作,推动香港港航企业参与广西北部湾基础设施和大型物流园区建设运营。 加密北部湾港经香港中转航线,助力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进一步拓展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经济附底。 加密北部湾国际航空枢